想起何南有被囚禁的那段日子 好不容易逃回台灣的小寶 還心有餘悸 因為一天至少工作十七個小時 還領不到薪水 跟想得完全不一樣 黑門工作 全部都賺一兩百萬 被他們電 還是被他們打 有些有送到小黑屋 然後打死了 兩人今年二月底 接下工作前往柬埔寨 發現自己遭到詐騙 卻無法脫身 直到五月中又被送到 緬東的苗瓦迪KK詐騙園區 他們向仲介求饒說要離職 才得知自己造就已經被賣掉 想離開就得付贖金 而且過程中還不斷遭到毆打凌虐 直到八月初才成功被贖回 誇張的是同樣被關在KK園區的 還有人被當成血牛 遭到毆打後 就被丟在小黑屋 讓他自生自滅 有人活活被電死 不然是出血 就說你出血 你會一直電一直電一直電 然後之後等他們電完的時候 就會叫你們把那個餐地都清完 地上都是血 有人被強制抽血 疑似就是為了未來更換 器官手術的前置作業 小情侶回想這半年來 遭到虐待囚禁 實在嚇得不輕 直說再也不敢相信 網路上的高薪徵才資訊 也希望不要再有人受騙 華視新聞 廖宜婷 劉鎮男新北報導 嗨 我是莊雨潔 想要看到更多的新聞內容嗎 趕快訂閱華視新聞的YouTube頻道 並且開啟小鈴鐺 跟著雨潔一起看新聞吧